往后鱼生 你知道养殖场的三文鱼 有着怎样的故事吗 这是国外的一家三文鱼养殖场 取蛋区里 工人正在剖腹取卵 收集到足够的鱼卵后 工人先往盆里加入鱼精 再轻轻搅拌均匀 尽量使它们鱼露均沾 完成受精后 技术员将鱼卵倒进孵化池 并用羽毛扫开 使其在托盘内分布均匀 在孵化过程中 技术员要将发白的鱼卵挑出 否则它们会滋生梅丝 污染水质 让豪卵也跟着完蛋 不久之后 鱼卵孵化了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 它们很快就长成了小鱼 待长到一定大小后 便可转移到水族香生活 三文鱼的生长速度很快 养殖密度不能太高 否则会出现抢食的情况 导致个别营养不够 鱼群个头大小差异大 当幼苗长到18个月大时 饲养员会将鱼苗捞起 帮它们注射一苗 然后就可以进入一栋水箱 坐上专用轮船 准备投入大海的怀抱 该养殖场位于避风港处 水质优良且远离航道 浮动网箱上装有氧气供应系统 在坏的天气都不怕鱼儿缺氧 网箱周围布满铁网 海报看得到却吃不到 只能落寞地离开 要想鱼儿长得好 营养伙食少不了 三文鱼是肉食性鱼类 它的口粮由其他鱼肉 混合豆子制作而成 在投喂上也相当省事 该养殖场安装了新型声纳系统 饲养员通过视频监控 就可以远程决定喂食量 三文鱼对水质要求很高 饲养员需定期检测水质 即时清除有害细菌 不然一条鱼染病 有可能整个鱼场都会死光光 两年后 三文鱼终于能收获了 工人先用网将三文鱼集中起来 再使用细鱼泵将鱼抽上船 鱼沿着管道滑入传送带 顺流而下进入船舱 工人只需将它们按大小分类好 就能装入存储箱 运回陆地加工厂 在加工厂里 工人先用机器割掉鱼头 再给鱼堵来一刀 随后去除内脏 取出鱼子 鱼子沿着传送带 进入人工区杂区 被剔除杂质及筋膜后 滑入打散机 被打成独立个体 接下来 工人将鱼子倒入清洗时 通过不断地搅拌洗去残留屋 下一道工序是脱水 工人将鱼子分装成盆 放进离心机 待甩干水分后 工人会再次检查 剔除发白的鱼卵 确定没有问题后 就能打包销售了 另一边 鱼身被对半切开后 乘坐传送带来到踢骨区 工人将鱼骨剔除后 一部分鱼肉被直接切片 打上包装 就可以送往各大餐厅 另一部分则被抹上海盐 等腌制入味后 便可洗去多余盐分 接下来 工人将鱼肉马放到铁架上 然后推进烟熏室 熏至时 要使用特殊的木屑混合物 几个小时后 工人将鱼肉推出 就这样弹性十足 带着蛋象的烟熏三文鱼 就做好了 最后 他们将开始新的旅程 飘洋过海 只为被你吃掉 抖音